第三圈呢是勾一圈短帧52帧 也就是我们之前勾第二圈小画边 它剩的帧目对面这一根线 所以呢帧数是52帧了 就取下我们之前标记好这一帧 这是第一帧剩的对面 穿过去之后 我们这样左手是拿好线 前面拿线呢有讲解过 放在后面 勾针这样绕线 把线勾出来 然后勾一个辫子针 绕线勾一个辫子 作为起立针 还是这一帧里呢 勾一个短帧穿到第一帧 线头看一下起针有线头的时候 要给它放在勾针上 这样边勾边藏线 绕线勾过来 勾针上两个线圈 绕线勾过这两个线圈 这就是第三圈的第一帧了 在第一帧上夸上记要扣 然后接着下一帧 就是穿剩的这个对面这一根线 线头放在勾针上 边勾边藏线 勾过来第二个短帧 下一帧第三帧 按照这样的方法 就是剩的每一帧呢 都是这样 在里面勾一个短帧 这一圈勾完 一共52帧 大家这样把这一圈自行完成 后面就是乘复部分了 都是勾短帧的 线头藏一点距离之后 就可以剪掉了 好 大家把第三圈勾到结尾处 再看一下后面将接 第三圈52帧勾好 在第52帧上挂上记要扣 和第一帧连接 穿到第一帧里 绕线勾出 勾引拔连接 这样引拔 后面呢 给它这样拉紧 好 接着勾第四圈 就是勾这种半圆的花边部分 首先呢 勾一个辫子 做一短帧起立帧 取下第一帧记要扣 第一帧里勾一个短帧 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正常穿过整个的帧目哈 就不需要穿半边了 穿过帧目 然后绕线勾出来 勾针上两个线圈 绕线勾过这两个线圈 在这个第一个短帧上 挂上记要扣 然后接着后面呢 我们要空一帧 看一下 空的是这个帧目 空过一帧 在下一帧呢 勾五个长帧 勾针绕线 看一下长帧勾法 再来一遍 勾针这样绕线 底边是空一帧 在下一帧里穿过去 绕线勾出来 勾针上三个线圈 然后绕线勾过前两个线圈 勾针再绕线勾过后两个线圈 这个呢 就是长帧的勾法 好 按照这样的方法 一共勾五个 都是在同一帧的位置 绕线 穿针过去 勾出来 勾针上三个线圈 绕线勾过前两个线圈 再绕线勾过后两个线圈 大家可以多练习一下 长帧的勾法 好 绕线 穿针过去 勾过来 第三个长帧 第四帧 第五帧 五个长帧勾好 像一个小扇子一样的形状 半圆 然后紧接着后面呢 再空一帧 下一帧呢 勾短帧 好 这样这个画边 你看勾好了 后面我们都是重复 这样的方法 短帧勾完之后 后面给它空一帧 在下一帧里 勾五个长帧 一 二 三 四 五 然后接着后面呢 再这样空一帧 好 下一帧勾短帧 大家要掌握这个编织规律 这样的话 我们勾的时候就容易编织了 好 掌握方法 接着后面再空一帧 下一帧勾五个长帧 那么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呢 我们把这个第四圈 一圈勾到结尾 再看一下后面讲解就可以了 因为这一圈后面都是重复部分了 按照我这里讲解的这个方法勾过来 紧接着后面再空一帧 下一帧里勾短帧 好 大家把这个第四圈 勾到结尾处 再看一下讲解 第四圈的花形勾到最后 那这里呢 是剩G要扣这一帧 这样就是对的 也是空一帧的 然后我们这样和第一帧连接 穿到第一帧里 然后绕线勾出勾引把连接 将线这样带出来 剪掉 然后拉紧 然后大家再穿上缝针 把这个线头呢 这样藏一下 前面藏进方法呢 是有讲解过的 就是给它穿到反面的纹路上 穿在这个反面的纹路上 调一点这个线 然后隔着一根 从这个圆圈里穿过来 后面大拇指压一下 给它稍微带紧一下 然后再继续往前穿一点距离 就可以剪掉了 将这个线剪掉 这样这个车挂的主体部分 我们就做好了 看一下 这是第一圈 第二圈小花边 第三圈 第四圈是相同颜色的 在这个后面 主体做好之后呢 然后就是做这个装饰的配件部分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勾这个 枫梨花的叶子 拿出叶子的线 叶子呢 我们是起12个变子针 我们这样先右手拿好线头 在手指上绕一个线圈 把这个线圈取下来 将线头从圆圈里这样拿出来 这里呢 就是给它扣了一个活节 拉紧 然后勾针穿到线圈里 后面的线呢 这样拖一下 调节一下线圈的大小 让勾针可以自由活动就可以了 好 然后左手挂线 就是小指绕线 是指条线 捏住这个位置 勾这个叶子针 勾针绕线 从勾针上线圈里 把线勾过来 一个叶子针 像一个小叶子形状 然后绕线 勾过来第二个叶子针 绕线勾过来第三针 一共勾12针 好 4 5 6 7 8 9 10 11 12 切好12针之后呢 接着倒二勾短针 倒二的意思就是 在倒数第二个小辫子 这是倒数第一个 倒数第二个小辫子 从中间穿过去 调对面这一根线 好 然后勾针这样绕线 勾过来 绕线勾过这两个线圈 勾一个短针 在这个短针上挂上记号扣 侧边穿过来 内侧勾住针目 然后接着下一个呢 勾中长针 好 看一下这个中长针的勾法 勾针这样绕线 那下一个 从小辫子形状的中间 穿针过去 调对面这一根线 接下来的入针方法 都是这样的 穿针过中间 好 勾线过来 勾针上三个线圈 然后勾针绕线 直接从三个线圈里 把线勾过来 这个就是中长针的勾法 接着下一针勾长针 好 勾针绕线 下一个辫子 中间穿针过去 绕线勾出来 勾针上三个线圈 绕线勾过前两个 再绕线勾过后两个 然后接着下一针勾长针 勾中长针 可恶 我们这个长针勾完之后 接着下一个是中长针的 这个弧度的形状 是由低到高 再过度到低 这样一个形状 好 绕线 下一针穿过去 绕线勾过来 勾针上三个线圈 绕线直接勾过三个线圈 下一针勾短针 好 然后接着这个中间位置呢 在下一个辫子位置 勾引拔针 勾针这样绕线 勾过来 引拔针就是前面线 从后面线圈里 直接勾线过来 这里的引拔针不用拉紧 就是这样就可以了 你看这半面的叶子 然后就勾好了 然后接着这一侧 方法是一样的 再继续勾过来 下一针勾短针 下一针中长针 下一针长针 下一针中长针 然后现在呢 是到起针的第一个辫子位置了 你看这是线头 这是第一个辫子 在这个辫子位置呢 勾三个短针 好 穿到这一针里 勾线过来 一个短针 还是这一针 勾第二个短针 接着勾第三个短针 三个短针勾完呢 它就钻到对面了 勾完之后 如果说你觉得这里的孔 有点大的话 可以这样捏着支片 再动这个线头 在那里呢 给它收紧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对面呢 我们就是把叶子的 另外半边给它勾好 你看这个针目的形状 小辫子 我们这半边 已经勾过这个针型了 对吧 剩余的小辫子 对面这个会有这样一条线 这样一个斜条纹 我们还是一针对针的 进行变织 和对面的这个针法呢 也是对应的 那刚刚结尾这里呢 是一针里勾了三个短针 所以对面的短针呢 已经勾完了 紧接着后面呢 我们就勾一个中场针 那你看剩余的这个小辫子 在这条线 这个底边位置穿过去 勾之就可以了 勾针这样绕线 小辫子剩余半边这条线 底边位置这样穿过去 以对面的这个中场针 是对应的 你看它这个两边是对应的 然后这个线头呢 给它放在勾针上 这样勾的时候 可以边过边藏线 绕线勾过来 勾针上三个线圈绕线 直接勾过三个线圈 那接着是长针 好 接着是中场针绕线 下一针穿过去 线头一时放在勾针上 这样给它藏线 下一个勾短针 然后接着中间呢 勾一个引把针 穿到底边位置穿过去 勾线过来 勾引把针 到另外半面的叶子了 好下一针 勾短针 然后勾中长针 长针 中长针 然后最后这里 看一下勾短针 这里我们勾 就是短针扎针 也就是勾两个短针 在这个位置 因为这一侧 转下位置是三个短针 对吧 然后这里 这里开始的时候 已经勾了一个短针 所以结尾呢 我们再勾两个 这一头呢 它也是三个短针的 好 两边要对应 对称 好 勾完之后呢 我们取一下这个接耗扣 在这针里 这样穿着过去 照线勾出 勾引把连接 将这个线这样理出来 然后把它剪掉 拿进 将这个线这样理出来 这个线头 藏线已经藏好了 就可以给它剪掉了 这样这个叶子呢 我们就勾好了 好